为何老夫人对市长出言不逊 深夜博物馆内是谁躲在阴影中窥探 母子成仇的背后又有怎样的遗云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我该动手了 而老夫人的怼人之旅并未停歇 呵斥博物馆总监钱博斯翻新工作还没有完成 要不去幼儿园展会打杂去吧 说吧 静子走向了关闭的画廊东区 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驻足回头 也有可能是自己听错了继续行走 当市长这次完毕 他却死在了走廊 马丁警官前来调查 但法医摩根却有事无法前来 助理卢卡斯自信满满 除了摩根 他也能分析 卢卡斯向摩根陈述 死者身体多处骨折 身体各处还有20到30处的磋伤 包括手和前臂上自未造成的伤痕 卢卡斯洋洋得意自己的分析 可摩根却关注赶来的马丁警探 马丁过来质疑摩根 为什么不到现场 你知道他是谁吗 摩根怎么可能不知 格罗利亚·卡莱尔 1901年创立纽约钢铁 约翰·亚瑟·卡莱尔之期 他们家族才是创造纽约的人 马丁询问 你认识他吗 摩根却说不认识 但他会找出松手 这不是自然死亡 诗典房外查隐时 美丽的女人勾搭着卢卡斯 好奇地询问 为什么外面记者众多 卢卡斯自名得意 自己是首席法医 这是个谋杀案 别说出去 摩根找回亚伯的店内 亚伯却拿出了报纸 给摩根道别卡普西诺 亚伯继续说道 报纸可是说了 卡莱尔是彻头彻尾的老巫婆呀 但摩根却说 他不总是这样的 不过亚伯马上被报纸上 卡莱尔的古董家具拍卖吸引 他打赌 他的死对头 不跟威斯兄弟一定会去 自己一定要掺上一掌 卡莱尔儿子康纳德 贺赤警局为什么爆出消息 马丁看了眼摩根 而卢卡斯却战战兢兢地 出现在眼前 辞职报告写好了 他是来自首的 摩根却说回实验室 我来摆平 摩根闯入长官办公室 说明是自己泄露了 伸出手请求原谅 但康纳德却建议 把他踢出这个案子 并对摩根伸手 不予理会 摩根还在极力地争取原谅 不过康纳德抖动了手 让他有一丝出城 准备询问一些问题 长官打断了他 认同了康纳德的意见 让沃恩医生代替他 作为本案的法医 而马丁看来只能单打独斗 让憨憨的助理探员汉森 检查博物馆的路下 转身安抚第一次被排除在案件外的摩根 不忍摩根难受 只好带着摩根排到了博物馆查案 楼梨上摩根却出了神 思绪再次闪魂 欢声笑语 他和亚皮盖尔两人冒雨前来 参观博物馆 那时这里歌舞生平 可现在却冷冷击起 只有数不尽的警戒线 许说着不信 摩根开始调查现场 通过尸体照片 卡赖尔穿着的是圣罗兰 1961年秋款矮跟鞋 马丁没想到摩根对鞋这么了解 而摩根却掏出了指纹剔取工具 在地上倾涂 并继续说到这鞋用天然橡胶制成 他们会留下微小的痕迹 打开紫外灯显出脚印 顺着脚印一路倒退 却趴在了地上 通过脚距位置 当时卡赖尔是爬到了这里 痕迹一直延伸到楼梯 一定是有人推他下去 否则他不会继续爬行30米远 摩根驻驻在油画面前 马丁的电话却响起 是汉森的 通过录像发现 当时有人走在卡赖尔的背后 而他正是卡赖尔未来的孙女婿 兰斯 審讯是哗哗的汉森又在装帅 训斥兰斯 早就发现你小子行为不轨 马丁接过了话查 询问为何杀了卡赖尔 监控可是都记录下来了 兰斯却说 不可能是他 他很快就要娶了他的孙女索菲亚 但是康纳德不同意 所以他才去问了卡赖尔 哈喊汉森再次打断 他肯定不同意 所以你推他下楼 并偷了价值300万的六克拉兰赚 兰斯却说 这是卡赖尔给他作为订婚礼物的 并含糊地说什么跟随你的心 在监控室的摩根 看不住了 用理事长官的手机电话马丁 让他询问兰斯为什么是含糊说的 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不知道为何 不过他发音不清 皮肤冰凉撑着手上 还提到了烧焦味 摩根喊出来马丁 卡赖尔可能不是被推下楼的 他闻到烧焦味因为他有幻秀 是孽叶中风症状 这并不常见 一般是因为吃了治疗癫痫之类的 神经疾病药物造成 但尸检他的大脑是正常的 现在需要给他的肝脏做切片检查 马丁却说 可惜你不是本案的法医 摩根却冲进了尸检房 他知道谁能帮忙 找到卢卡斯和他说明情况 可卢卡斯却说尸体已经不在这里了 当时法医沃恩已经将尸体送入了停尸间 摩根陷入了思索 另外一边 马丁探认询问孙女索菲亚 祖母有什么服药历史 却得来消息他并不知道 并且他也不会帮助马丁 询问自己父亲是否得知 除非这个对兰斯有好处 马丁有些疑惑 奶奶的去世 为什么你们都能这么冷漠 索菲亚开始说起 而摩根却对着卡拉尔的报纸出了声 博物馆亚比戈尔 异常开心能见赏这些名画 卡拉尔夫人却出现在面前 询问摩根你们这么相爱 为什么没有结婚 摩根说到自己不是他的真命天子 而卡拉尔夫人打断了他 这句话一直铭记在摩根内心 马丁来找摩根 说明了解到卡拉尔威胁 要把康纳德从遗嘱中剔除 而现在康纳德正在联系律师 夺取别墅的控制权 现在正在拍卖里面的物件 可惜拍卖是邀请进入的 摩根接了马丁的电话 打给了亚伯 亚伯恰好正在别墅内 摩根让亚伯去往卡拉尔卧室的卫生间 拍摄药品照片 亚伯上楼却发现一个女人走路鬼祟 跟了上去 女人也似乎发现了亚伯 迟疑了一会儿 发现没有人 便再次上楼 亚伯没想那么多 拍照要紧 复命难为 警局内马丁还在好奇 为何摩根不愿前去博物馆 摩根却说那会让他想起一人 马丁准备继续询问 可摩根却低下了头 此刻电脑传来亚伯照片 通过照片分析却没有癫痫的药物 毒药会在哪里呢 长官房内争吵声吸引了摩根的注意 颤抖的手让摩根明白 药是康纳德的 询问康纳德是不是有癫痫吃了本土荫 康纳德回答 是的 不过成千上万人在吃这个 这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审讯房内 马丁询问康纳德和母亲的关系 并且遗嘱的事情是否得知 康纳德说自己是痛恨母亲 但自己还是希望他活下来 理事长官却认定 那就是他的动机 摩根却听着听着出了神 那天博物馆内 亚比盖尔有个疑惑 面前的无名阿根廷人的画作 为何出现在此 卡拉尔却打断了他的思绪 过来询问摩根 亚比盖尔应该是他的爱人吧 卡拉尔说有 眼睛下意识地 瞟了一下画作 接着说到 但他今天没有来 小小的康纳德叫走了母亲 摩根的思绪又飘了回来 审讯结束 摩根认为 康纳德的证词 并不能判定他不在场 顺路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却遇到了匆匆归来的卢卡斯 摩根却觉得不对 卢卡斯今天吃冲饭 超过了半小时 还挂着公交卡 你去哪了 卢卡斯 这操作想瞒是瞒不住了 卢卡斯坦白 自己偷偷去了殡仪馆 声称沃恩医生 将自己的戒指 落在了卡拉尔体内 对卡拉尔的肝脏 进行了切片检查 马迪两天说道 你竟然做了 未经授权的检查 重生一遍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而摩根换上了衣服 通过切片 摩根发现了 三倍量的本土因 根据分析 药物应该是在宴会前 三小时服用 凶手当时 就在他身旁 马迪说明 那时就只有护工马塔 憨憨的汉森 三三来迟 遗嘱公布了 护工获得了所有的财产 看来真相不远了 立马审讯护工马塔 憨憨憨森继续装帅 陈述飞行 你招还是不招 马塔却说不是自己 晚饭如常 五点吃的 之后帮他打扮的时候 他觉得冷 给他生了火 而这个火 让摩根觉得有些诧异 还没有到晚上 为什么会冷 有地方不对 赶去了卡拉尔家里 遇到了亚伯的死对头 伯格维茨 正在打包收藏品 马丁出售了证件 这才进入房内 摩根翻开了壁炉 在灰烬中 找到了一页没烧完的纸 上面两个字 FC 把思绪 拉回了过往 当时亚伯格尔疑惑的那幅画 落款也是FC 楼下不可威斯的怒吼声 又把摩根拉了回来 他的整套悲剧 插了一个 摩根看向了悲剧 思绪又闪回了过往 他从不喝酒 那这个杯子在哪 马塔的话 说不通了 晚饭有问题 进入马丁的电话 打给汉森 询问晚餐吃什么 得知油风压后 摩根清晰了思路 油风压内的假离子 会加快药性发作 三小时前下药 是错误推断 可能只有一小时 也就是说 在宴会前 就被人下了毒手 赶去楼下检查 当晚乘坐的车辆 发现了丢失的悲剧 以及药物 闪回案件细节 摩根理清了案件的脉络 杀死卡赖的凶手 就是卡赖尔 试检显示 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他早就知晓情况 因为宴会 是对他最爱之地的庆祝 宴会也是他最后的遗言 宴会结束后 他被蓝丝拦住 和药效发挥得太快 到达楼梯时 摔了下来 本以为只有害怕 才能让人拖着残破的身体 爬行了三十米 可我想错了 卡莱尔火炉里面 有一封信 署名FC 而背后的这幅画 署名也是FC 1950年 菲尔多纳科斯塔 只是个冉冉升起的年轻画家 他的画竟然能出现在博物馆 只有一个人 能让此成真 卡莱尔 他当时爱上了他 看向了康纳德先生 康纳德接过画词 当时母亲确实爱上了一位画家 父亲威胁要毁了他的前程 母亲妥协才留下了他的性命 但因此深深的记恨父亲 案件水落石出 摩根却驻足此地 博物馆外 马丁赞许摩根 他知道故地重游 让人难过 当时他和王夫 在唐人街点心店 也有过美好的记忆 自他死去后 只去过一次 读过四人 他明白有多难过 摩根终于向马丁吐入心声 他的名字 亚皮盖 博物馆便是和他共有的记忆 那年宴会的最后 单膝跪地 我会永远爱你 永远 你会娶我 Ending 四人若彩虹 遇上方之友 一种相思 嫌愁浓难缩 像小窗蜥蜴 此季 怕人问准 我是莫莫 我们下期见啦